YELLO LALA隊就是屬於娛樂行銷之一 球賽本來就有輸有贏 那我們也不可能每次都贏球嘛 這時候LALA隊的目的就是為了來 所以現在的LALA隊要背的應援舞 真的超級多 真的是破白手 隨著音樂的轉換 然後要馬上去反應 嗨嘿 miss you so much I miss you too I miss you too 今天我也來跟大家聊一下 LALA隊的應援文化 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職棒初期的時候 是沒有像現在這樣有LALA隊的 早期的LALA隊也都是志工 大家都是志願來力挺 所以也稱作應援團 當時的應援方式也是受到日本的影響 用大鼓跟小號配合加油棒 哨子跟球迷的吶喊聲 在看台上搖旗吶喊 為我們的球員應援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放球 LALA隊始祖 彪哥和姓彪 那彪哥也是從LALA隊長 一路做到統一師球團部的 課長 那像早期的應援 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子 每一個球員都有自己的應援口號 以前的應援節奏跟口號都比較單一 而且各隊同用 像是 舉起你的右手 安打安打 舉起你的左手 全雷打全雷打 舉起你的雙手 誰誰誰 全雷打 這個口號就是彪哥發明的喔 當時2010年剛加入的時候 就有跳到這個口號 都是一些耳熟能詳或朗朗上口的應援口號 那大概在2006到2007年這個時間點呢 漸漸的球員們就開始有屬自己的應援口號 那隨著時間關係 也多了更多不同的加油曲風 加入很多流行元素 甚至是洗腦聲曲 來鼓動吃氣跟炒熱氣氛 所以現在的LALA隊要背的應援舞 真的超級多 真的是破白手 隨著音樂的轉換 然後要馬上去反應 講到這邊呢 還是要給LALA隊們拍拍手 因為旁邊要背的應援曲 真的不像以往這樣子就好 都是破白手 準備應援 加油加油 大黑 miss you so much I miss you too I'm still I'm still 我台灣的球迷也超想你的 你想我們嗎 miss you miss you miss you yeah 我也想要 你看餐廳 老虎的夢幻涯 窗戶 窗戶 天猫減 往後的血 你放咱們往後面血 飞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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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daha 飞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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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早期的啦啦隊啊 不像現在有這麼多人 當時是比較像SHOW GIRL舞台 就是平常JKS可能是在展場的啊 或者是圍牙春酒之類的 那這次的案子就是在棒球場上 所以不是否整個球隊 而是比較否贊助商或場商 那最早開始有啦啦隊的球隊呢 是拉尼熊 在2006年的時候成立了第一隻啦啦隊 Lanew Girls 當時的啦啦隊啊 也沒有像現在一樣這麼多人 只有4到6個左右 那也因為啦啦隊的漂亮與活力 帶動了球場應援不同的應援風貌 所以各隊就開始有了自己的專屬啦啦隊 像今年啊 我們熱天女孩就有負達33位喔 而且外加兩位女團長 兩位女MC還有正副總監 真的是史上最強最多的女子團 來屁 韓風應援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是在2012年的時候 Lamigo桃園隊到韓國打亞洲職棒大賽 那當時呢就感受到韓國職棒啦啦隊的 韓風應援的熱情跟魅力 這場喜歡就把他帶回台灣 所以呢在2013年的時候 就把這樣的應援方式加入到我們自己的球隊 也從那個時候開始就開啟了韓風應援一直到現在 我的印象很深刻 當時球隊剛加入韓風應援的時候 因為不像以前一樣 只是敲羅打鼓而已 而是用音響放電音應援曲來應援 那因為那個大小聲差很多 所以球隊為了讓球員也可以趕快去適應 跟習慣這個音響設備的音量大小 還特別安排有球員在場上練習的時候 啦啦隊也到看台去練習 好讓球員跟女孩都可以去習慣說 欸我們用了新的方式來應援 為我們的球員加油打氣 那時至今日呢 啦啦隊的應援文化演變至今 再加上網路的發達 啦啦隊也越來越受注目 而且越來越紅 曝光度也越來越高 甚至串聯了演藝圈 所以呢也成為了很多有新夢的 或者是想要站上這個表演舞台的 年輕女孩想加入的地方 而且呢其實因為啦啦隊的關係 進場看球的球迷就不單單只是球迷 而是多了很多是來看啦啦隊的觀眾粉絲 那這也是現在的球場現象 像有一些球迷就是從職棒元年一直支持到現在 那有些球迷就會覺得說 現在的啦啦隊應援已經失去了為球員加油的本質 我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如果現在我們把啦啦隊都抽掉的話 不折不說這收入一定會受影響 那沒有收入的話也沒有辦法去支持一個球隊 所以球隊也需要置入商品廣告 等行銷手法來增加收入 那啦啦隊就是屬於娛樂行銷之一 球賽本來就有輸有贏了 那我們也不可能每次都贏球嘛 這時候啦啦隊的目的就是為了來 讓整個球場更熱血更熱鬧更有娛樂性 當然不可否認的 現在啦啦隊跟球隊已經是並存的事實 這就是我們現今的應援經濟 這就是我們現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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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老闆王! 0球 啊! 我太開心了 那我現在不是用就對了 耶! 太开心了 拿下胜利 两分两倍 敌破了 胜利 今天球赛拿下胜利 有的人进场是为了看球 或者是支持自己喜欢的球员 有的人进场是为了喜欢的啦啦队而进场支持 在这样的过程中 进场看球的人 也有可能被哪一位啦啦队的热力所感染 那进场看啦啦队的人 也有可能会被现场的热血气氛而感染 爱上棒球甚至支持棒球 同时也因为大家进场支持 球队也可以增加收入 来增进更多更棒的球场体验与享受 我觉得不管进场的目的为何都没有对错 在今年的经典赛里 我们也让世界看到台湾 属于我们的台式应援 也红到国外去了 这样的应援无憾难道你不爱吗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